关于年轻人喝酒这件事 酒厂们操碎了心 一边是传统白酒品牌 推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产品 另一方面 更多瞄准微醺的低度酒新品牌 开始出现在市场中 广义低度酒只带酒精度数在 20度以下的酒类产品 包括黄酒、葡萄酒、啤酒等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低度酒产品 通常只带狭义的低度酒、酒精度数低 以甜酒为主的酒类产品 包括不同品牌的果酒 米酒、起泡酒等 天猫2020年双十一数据显示 双十一前三天 2020年线上酒水 9095后 消费增速国酒与配置酒路酒品类增速 在酒业排名第二 仅次于国产白酒类 低度酒不仅在消费端 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低度酒品牌也吸引住投资人的目光 IT橘子数据显示 据不完全统计 2016年以来 有超过16个低度酒品牌获得投资 在人的方面 9095后逐渐成为酒水消费的主力军 消费能力不断上涨 CBN Data报告显示 9095后 在酒水方面的消费人数和人均消费水准 呈现增长趋势 同时女性酒水消费正在崛起 9095后 女性消费者提速增长 综合来说 低度酒市场现在具有增长速度快 人群消费能力强等特点 虽然在酒业中整体渗透率不高 但这也意味着未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